今天這集會很暴力 因為我要用我背後的這台阿加載 給這台你們沒有見過的手機狠狠的 Loot 下去 這台是什麼手機讓我這樣趕死呢? HONOR X9A 5G 你們沒有見過的 因為還沒有發布 1月4號才發布 但是我已經搶線拿掉了 這台手機傳聞最緊的地方 就是公屋 它不是被蓋印 被蓋印已經很小而刻了 它是屏幕印 還要是曲面屏來的 其實一開始聽到曲面屏印 我是不是很信啦 因為曲面屏一隻以來給人的感覺就是 很北 很高級 好像拿著轉片screen這樣子 但是缺點是有的 就是容易碎 容易包 容易誤出 但是HONOR等他們這台手機特別堅硬 連誤出的問題都解決了 我不行 HONOR X9A 罷我 終端機罷我 聽講價錢1500都不到 它會有這樣好的曲面屏 所以今天這個影片就誕生了 上道具 其實沒有道具啦 我們想AGA自己丟一下 這邊跟大家講 其實HONOR X9A它有兩個顏色 一個是黑色 一個是銀色 這個是Arken喜歡的 這個是我喜歡的 今天我們用來丟的 就是Arken喜歡的 我要從Poket好像 欸 拿東西咯 這樣子 欸 跌出來這樣子啊 OK 看一下是不是 OK 是真機啊 不是假的啊 藍衞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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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Oui 完了 完了 沒有包 OK ability 完了 接下來是桌子 跌手機 這是我們日常很常遇到的 情況啊 痛哦 那個聲音痛耶 踢路 完美耶 花都沒有花 曲面屏 各位 我刚才这样子跌下去啊 如果是普通的曲面屏 它已经爆了 但是可以允圈猛死 我现在是特地开camera 放在腿这边 平常我们的热肠什么就是聊天聊天 然后突然站起来 你忘记了手机 在炸腿上面 诶 什么 怎样 还是拍着的咧 这个平常热肠的高度已经不足以伤害差了 我们现在要进解 82年的Bua Carras Bua Carras是什么我真的不懂啦 因为我们买不到macademia 跟买不到核桃 所以有个Carras的字应该是很硬啊 不用紧 我还有Almond Almond这个硬啦 这个真的硬 我拿screen 狠狠地砸在这个Almond上面 不要cut啦 我们直接很真实 很real的 有没有花 现在直接就可以知道了 我把它骂掉 完全没事 完全没事 这边我要讲一下 我是butt了screen protector 现在是没有screen protector的情况下 我狠狠地砸下去 它完全没有事 不能了 我打bole了 这个西瓜各位 18块9 接下指甲要给我们 用这个15块不到的手机 砸在它上面 这个很硬啊 还装水啊各位 OK 我打你的小人头 我现在快要爆啊 我又要爆你了 你出水了 我觉得是我不过打你 放轮 OK三场 大jack low 哇 在搶子很有 哇 我通到死里面去 哎呦 成功了 成功了 哇 那个西瓜汁噴到我了 Oh my god 各位 我们成功用塔 打碎了一颗西瓜 只是脏了一点有西瓜汁 很强很可怕 很可怕 等下你吃掉它啊 终极测试 我的阿虾呢 其实我本来只是想要用脚踩踩两下就可以了 但是我发现这个idea 只可以证明我比较暴力 不能证明这个实验比较暴力 所以我就搬了我们的阿虾擺出来了 阿虾GoGo 我好紧张 我把他烂掉我要讲脚带 我看到地上有一搞东西 要掉了 要掉了 轮有中吗 轮有中到吗 就完了 整大火 好紧张了 我醃了两次 OK 很多骗子很脔的那个atea 我呈ured 2次了 真有去避兵面 你看全城 全城 全记录 再走 再走 走完 一直走啊 没有了 没有两次耶 到了吗 到了吗 把那个伤东西抹掉 现在很傻哦 可以把东西都抹掉 ok ok 我stop record 先 太强了 我不懂怎样形容我现在内心感受 我足足要好两次 世界就是这样奇妙的哦 我们又新人 又西瓜 又给存你 它都没有4C怪品不折射很好料 而且你们要记得 我从头到尾都是裸机的 我把那个screen protector先抹掉了先的 据说它的坚硬程度是可以比得上昆仑玻璃 或者是conning gorilla 第六代大猩猩玻璃 主要原因有三 一 普通玻璃盖板的厚度一般是0.55mm 它就用了0.65mm更厚一点 二 它用的是深度二次强化玻璃 抗摔性更好 三 它没有正式出来之前哦 是经过了很多次的testhouse 像有3万次啦 才可以做到曲面屏 可以跟直面屏一样这样耐用 最重点是哦 它这个坚硬程度 拿到了ONOR小金标的认证 证明ONOR对这片curve screen 是真的是很有信心的那种 而且 还要给你180天的更换服务 但是这个准确还是要等到1月4号发布的时候 才知道详情啦 好啦 暴力测试结束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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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还没有玩耶 诶 结束之前 甜甜给大家开箱一下 这台漂亮的手机 转过去屏幕 除了很耐这一点 这块曲面屏支持 120的耐听率 300的触控采样率 10.71色彩显示 800的高亮度 大太阳底下也是可以看到很清楚 1920高频PWM调光 这个哦 把屏闪减少 从而保护眼睛的 而且也拿到toothrillon的蓝光护眼认证 刚刚我们有提到哦 曲面屏的缺点就是很容易误触 这样我觉得 这个ONOR X-ray 它的防误触这边有做到比较OK 就是像刚才我拿着它来拍那个西瓜的时候 我的手指其实是有碰到屏幕边缘 但是都没有出现什么误触的情况 就比如拿来玩Game的时候 食指有时候激动 会不小心弄到屏幕的 ONOR X-ray的AI防误触算法 就可以减少误触的几率了 看完了之后 有没有一丢丢对曲面屏改观了叻 那ONOR X-ray它就做到 又耐摔又曲面屏又防误触 如果你是想要买一台曲面屏手机的话 我是觉得ONOR X-ray 你们真的是可以考虑一下 它真的是很不错一下 因为你又可以体验到曲面屏的手机 但是你又不会担心它不耐用 你又不会担心我 OK 1月4号 法部会啊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一段时间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